天下的事 国家的事 都是我们的事 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我是主持人蔡时平 好 今天是礼拜一 各位上班上了一天了 有没有一点点辛苦 今天天气状况不差 温度稍微偏低 但是至少天气的状况变得比较稳定了 祝福所有的朋友 今天五点钟在我们现场 是各位的老朋友了 立法委员 郑云鹏郑委员在我们的现场 委员你好 视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五点钟 先跟各位来连线一个话题 各位今天是2019年3月11号 各位知道吗 今天这个日子有两个很重要的 跟今天撞上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日子 一个就是西藏人民 当年他们起义60周年 然后今天也是日本三一的地震 八周年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五点到六点钟 我们会稍微多跟各位一起来 跟郑云鹏郑委员一块来聊一聊 来谈一谈 来听一听相关的话题 那西藏人民起义60周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 60周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60年来 那尤其是在西藏 包括达赖喇嘛 包括西藏人民的人权 还有宗教的自由等等 都是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在我们电话线上 我们很高兴 能跟各位请到达赖喇嘛 西藏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 同时也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的代表 达瓦才人在我们的现场 哈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场还有郑云鹏委员 委员您好 警长您好 非常谢谢你 您这些年来都在台湾吗 长期在台湾吗 对 我已经前后加起来快十年了 快十年了 对 在这个十年之前 你比较常去的地方 或比较常住族的地方 都在哪一带 我在西藏出生 我是在二十八年 二十八岁的时候 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 流亡印度 然后一直在达沫沙拉 那来台湾之前 我是在西藏流亡政府里面 主要是跟中国民运的工作有关 所以我跟民运的倒是很熟悉 对是这样的 好 因为你刚才在您的谈话里 有特别提到说 您在西藏待了二十八岁的时候 才翻越喜马拉雅山 对不对 好 所以换句话说 您在那个待了那二十八年里面 你有亲身的感受 一到二十八岁 接近三十岁 其实你是从小到大 都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了 在那二十八年里面 你自己感觉到 现在回头来帮我们来谈到 这个西藏抗暴起义的六十周年来看的话 你自己亲身的经验来看 可以理解吗 当年西藏的朋友们 为什么要在六十年前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你自己亲身的这二十八年来 你自己的感受呢 其实最大的感受是两点 一个是很多人都会说我的中文很好 但是我的中文确实不错 但是我不会藏文 藏文是我在二十四岁的时候自学的 这是一个最切身的感受 我打个岔 这个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打个岔 因为这一点很重要 您刚刚说 您到二十四岁的时候 人在西藏 但是你二十四年 你都不会藏文 对 不会文字 会说 会说 不会文字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但中文会很好 因为学校里面不允许教 所以话来说 你家庭里面讲是OK 但是你不会藏文就对了 对 因为 就家里 就跟我自己的想象没有关系 学校里面只允许讲中文 回到家里 家里只允许讲藏语 所以我语言会讲 但是文字不会 我刚刚会很惊讶的原因是因为 这很难很难以想象 我可以请教一下 整个我们这一代人 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可以请教 就是说藏文是有文字 当然 藏文是有文字 而且藏文创制出来说 按照用历史来论的话 其实比英语还要早 好 所以话讲说 藏文也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学吗 对 藏文是那种拼英文字 拼英文字 它是繁文系统的 英语繁文的系统 所以话讲说 如果不教的话 你是只能听 只能讲 但是你不会认这个字就对了 没有 不会认 会认的话 你也不懂他的意思 那找得到书籍吗 在我年轻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 唯一有的就是 毛泽东选据的藏文版 其实就找不到藏文书 好 那换句话说 您刚刚自己讲的这个体验 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 都会吓一跳的原因 就是有 套一句我们台湾人常讲的话 妈妈讲的话 对啊 对啊 母语啊 对 结果竟然是 在那样子生存的 自己的土地上生存的时候 完全不认识这个藏文 那其实是一个很 他 我的意思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时中国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 同化消灭西藏民族啊 因为 其实我涉及到另外一个 我的最深的两个感触 第一个 就是肉体上的消灭 因为在50年代开始 藏人和中共发生了很激烈的 这样一个军事的冲突 互相之间杀了很多 那像我们家乡的话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上过战场 当然他们没有很多的武器了 所以死亡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从小就是听那些长辈们 讲他们在那一次战争的故事 那这个战争的故事 你听到他们讲的 和我们 我因为我懂中文 所以在中文里面 中文所宣传的 或者所描述的 完全是分麻又不像 完全是被刀而驰 所以我知道 中国政府怎样 在西藏无恶不作 杀了很多人 但是他对外宣传的 对外说的又是另外一个面目 另外一个说词 当然我后来知道 所有的殖民者 所有的侵略者 都是这样一个说词 但是中国的 就是所有的殖民者 侵略者会有这个说词 但是好像没有 其他的侵略者的说词 会像中国这样反差这么大 他对西藏人做的是 那么的恶劣 他对西藏的入侵 描述的又是那么的美好 所以这个反差非常大 所以这两个影响 对我来说 当我流亡出来的时候 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这两个 我想要去改编这些 所以我会出来以后 我就是专注去写书 去描述这些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去 我请教您 您出来以后 有没有发现到西方世界 对于西藏的了解 他们有像你刚刚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了解吗 他们知道吗 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 其实他当然西藏的问题 在西藏 西方以前不是主流 但是西方他 其实是有一种很深的 这种一种 或者说是一种了解真相的精神 其实我们去看 像公元十六 十七世纪的 有很多的西方的传教士到西藏 那他们要传教 他们就会去了解西藏 去认识西藏 所以那个时候 传教士所写的 有关西藏的介绍 你现在去看 你会发现 比现在的中国的藏学家 还要了解西藏 所以他们想要了解的这样 所以说在西方来讲 他们对西藏 有一些是比较神秘化 或者说有夸大的这样一部分 但是就总体来说 西方是非常真切的了解 真实的那一部分 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 他们是了解的 在这部分有一部分是 一部分不是 大部分还是不了解 好 那换句话说 这个不了解 也就是要靠你们这些 藏人朋友们在海外 不断的做各种的努力 来解释来说明 对不对 尤其像你这样 你有亲身的28年生活的经验吗 对 但是我们会做我们的说明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 如果仅仅靠西藏人 是很不够的 还是不够的 因为你 比如说罗马尼亚人 或者说像匈牙利人 或者说像台湾 或者是像英文 或者说像德语 你不可能把你的声音 传播到这些词穷里面 但是中国政府有新华社 有很多的专门的外文的出版 他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类似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描述的内容 在那地方传播 所以那些地方呢 他们对西藏的了解 能看到的书 唯一的书可能就是中共的这些书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入围管 就因为西藏就是这样 就是中国所描述的非常黑暗 非常愚昧 非常落后 非常残酷的这样一个 因为共产党来了 西藏人才过上人的生活 我再请教你 因为刚才描述的时候 你有说你在28岁以前 你在西藏的时候 学校里面讲的是一套 但是你们回到家里 大长辈跟你们讲的又是另外一套 所以你们其实你是知道两套史观的 对不对 那问题是就你所知 像你这样的处境的西藏的年轻 比较更年轻的时代 他们有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史观 所以话讲说他嘴巴上不讲 可他心里面其实很清楚的知道 他是西藏人是什么样的处境 他知道吗 应该这么说 像我们我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所以像我们那一代人 那个时候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对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 老是告诉我们西藏是非常野蛮的 然后回到家里 父母会告诉我们中国人是野蛮人 所以你在两个野蛮人中间 但是有时候你还会觉得 中国还是有很多的飞机大炮 有汽车 我们西藏人之间没有这些 你还会觉得父母讲的那个有点 你拿不出什么这种物质的东西吗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网络 以及信息的发展 特别是 因为流亡藏人 或国际社会对藏人的关注 很多的西藏人 他可以听到很多 但是最最关键的是 其实这些年轻人 他不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他们都知道中共说的是假的 对 中国是假的 对 他不一定知道真相什么 但是他知道中共说的一定是假的 你现在还回得去吗 回当然回不去 回不去吗 但是你有 你有你有办法跟西藏的一些 很多朋友还继续保持联系吗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现在来讲 就跟跟美国联系 跟印度联系 跟欧洲联系 跟西藏联系 所以这就是重点了 所以话讲说 你们可能可以透过这些联络的讯息 把外界对于西藏的理解 或者是让西藏的现在的处境 透过你们 让外界有更多的了解 这双向是OK的吗 这双向是OK的 但是你要看 哪些东西可以公布 哪些东西不能 因为这些可能也会 你还要顾虑到 没错 你还顾虑到那些朋友的处境 好 60年了 你觉得对于世人来说 这六到60年 这样的一个的一天 你希望最大的意义是传递什么 让西方世界了解 同学让台湾的朋友了解 它最大的意义 我认为就当全世界 那些老牌的殖民者 和那些帝国主义 都已经退出来 然后很多的专制的国家 已经开始民主化的时候 我们的西藏刚开始 就在全世界都在往退的时候 而西藏开始经历 专制的统治和殖民的统治 所以过去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民族在16世期 18世纪所经历过的 殖民的统治和专制的统治 我们西藏是从1950年开始经历的 所以西藏在经历了过去 人们说难以想象那些 苦难和黑暗的时代 你自己28岁离开以后 也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那对于自己的故乡 常常会想到吗 那当然是 梦里面都会做到梦 这些年有一些相关的报道 包括在新疆 包括在西藏 这些相关的报道 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 都是如实的吗 比如说中国会说 那都是西方的媒体的扭曲 夸大 但是这些报道 比如说人权的扭曲 集中营 然后甚至一些 中国叫暴动 像这些东西 实际上都是事实吗 它其实冰山一角 外界所看到的 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 中国政府完全 就像我们知道 在西藏有150多个藏人 自焚 有抗议 他们在自焚抗议什么呢 以前的西藏的党委书记 就是现在新疆的党委书记 陈全国 他们在新疆所推行的 所有的政策 以前都在西藏推行 而且现在在推行 但是诗人都不知道 西藏人用150人自焚的方式 去告诉诗人 诗人还是不知道 只有到了新疆 因为新疆不像西藏那样封闭 所以那个事情 才会被外界所知 就像这个一样 中共在西藏 所做的很多的恶劣的刑情 外界知道的 其实非常有限 所以现在所描述的 不仅是真实的 而且其实只是小儿科 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其实还有更多的黑暗 更多的剑步的人 所以中国政府也不让 包括台湾人 包括所有的外国人 不让去西藏 为什么不让去了 前几天的中共的党委书记 西藏的党委书记 在回答 记得说 因为外国人去那边 西藏很高 西藏很高 所以海拔高 可能会有安全的疑虑 那重吹是在胡说八道 因为每年有几百万的中国人 到西藏去 那中国人的身体比外国人好 那你让外国人去的那些人 你对那些人检查过身体吗 所以那些都是重吹是在胡扯 就是说谎成心 但是他为什么不让那些外国人去 为什么不让那些 因为他在西藏有太多 见不得人的勾当 见不得人的黑暗 所以说美国的国会 就通过了西藏的旅行法 就说你不让我去 我也不让中共的官员过来 当然这个对官员是有效 但是对真正的让外界 真正的了解西藏的 现在所处的黑暗的那个状态 还是很有限 因为中国政府 他会牺牲自己的官员 还是不让外国人进入 但是中国政府的官员 还说我们从来没有阻止 外国人进入西藏 那么很多台湾人 都很喜欢去台湾 那他们出了那个旅行税以外 台湾人都知道 他们也进不去 就像这个一样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说谎 但是他也知道 别人在知道他说谎 但他还是说谎 这就是中共 我懂 你这样描述 我也可以体会 你刚刚在这样一连串描述中 你的内心的情绪了 非常谢谢达瓦才人 谢谢你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也希望有机会 有机会能够多跟你们聊聊 多听一听 谢谢 谢谢达瓦才人 我们请所有的朋友记得 今天是西藏人民起义日 60周年了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只能每个话题 带各位点一下 但是无论如何 西藏人民的起义日 今天是60周年 我还记得这一段 因为我看过一些纪录片 然后我也读过一些书 那西藏人的心情 我相信各位 也许很难感受了 但是各位想一想 刚才达瓦才人先生刚刚讲的 达到28岁 他听得懂藏文 可以说 但他不认识藏文 光这一点就很残忍了 坏掉说 那是你妈妈的话 这是你的 就好像说我们自己的语言 结果有一个义族来统治你 让你不认识汉字 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是把 完全是殖民者 对于当地的人民 一种殖民统治 完全就是一种 要把你的文化 给连根的拔掉 就是这样子 所以难怪 这冲突 冲突紧张这么严重 很原始的统治做法 难怪这冲突紧张 会这么严重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让那个藏人突破 他们就完全能接受 中国的统治 而且你越这样做的话 由于我们自己 学政治人的角度来看 你越这样做 其实这个落差 隔阂 仇恨会越深 就我的意思 怎么这样讲 好了 就说对于 统治者来讲 他也许认为 我用这个方法 总有一天你会屈服 可是反过来讲 刚好相反 因为你越这样做 人都有一种本性 那个本性就是 我的内在深处 认为我是台湾人 我是汉人 我是就好像以前日本统治一样 或者日本八年抗战一样 我如果认为我是汉人 我是中国人 你日本再怎么样消磨我 消灭我 我也消灭不了 除了你把我杀光光 那也是以前台湾的 受到的教育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 这就是一种 你晓得 我现在讲的是说 那种民族主义 本身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 所以你最好的方法 其实是民主社会里面 比如说我们常喜欢讲加拿大的例子 就是你要用更高度的宽容跟自治 让他多元并存 你才有可能 对不对 你才有可能让这个大家可以比较相处 我讲一个故事我听过的 真人真事 只是我是间接听到 就因为在屠博西藏 那他其实宗教的影响力 佛教的影响力非常深 那我听过台湾有 台湾有朋友 他是长期支持藏独 那都是流亡海外 就刚刚跟执行长一样 那他们支持他就包含说 支持他们的一些经费上面的资源 然后这些藏独的在海外资源 他们的藏独的朋友 就必须要把这些资源带进去 你不可能透过正式的金融管道 或其他管道进去 那他们就会过境台湾转机 然后有时候就拿一些东西给他们 我这个朋友问过他们这些 他们这些支持藏独的年轻朋友 因为如果你信奉佛教的话 是要剃度 我不知道要不要剃度 反正就是僧侣的那个打扮 帮你穿衣服 这些年轻朋友 他说他们没有皈依 应该叫皈依 然后他就问他 为什么你们没有皈依 他讲的话让他 我记得我那个朋友跟我讲 他当场起鸡皮疙瘩 我现在想起这段 我现在手也有鸡皮疙瘩 他说能够信奉佛教 他们没有 这辈子没有那个福气 所以他们 因为他们一旦剃度之后 你这个打扮进不了西藏 你从边界进去马上就被发现 所以他是跟我们一样 都留头发穿一般的衣服了 他说他这辈子没那个福气 皈依佛教 所以他就去做这个事情 下辈子再来这样 所以随时有赴死的准备 连信佛教对 连信教对他们来说都是奢侈 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这个 佛教对于藏人的整个 长期下来的文化跟生活影响多大 你从来没去过吧 我没去过 我讲到我也不认识他们 你到陆去你去过 早期有吗 但是西藏没有 没有 也不想到这边去 我还真是去过了 我去过西藏跟新疆 不过都有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感受到汉人跟藏人 或者是跟这个新疆人之间的 那种紧张 被压迫 你当然很难讲说那个 因为我们看 当然看不到压迫那一面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紧张 那个关系的紧张 你去看他们 我们都不看藏人观点 你去看他们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好了 他们这几任的这些 比较高阶的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 他们叫领导人的 他们都会特别宣传说 他有外派 这有派到西藏去 对对对 然后或者说派到什么 有支台派 派到沿海 他都特别去强调说 他有去那边受过苦 就好像你当兵要钓外岛一样 他把那个 新康藏高原 然后西藏 那个 维吾尔 叫新疆 当做他们训练政治领导人的 一个必修课程 你就知道说 他们是怎么看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跟他去那边多苦 被派去那边的是 因为高山症 长期住在那边 听说下来好几年 是没办法回复的 跟我们受训 一下去爬什么 玉山 然后去那边旅行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就把这个当做说是 你要做国家级的领袖 就必须要去那边一趟 然后跟他们和 你也包含说被派去 那个汉化 去跟他们通婚的也有 那种通婚到底资源还非资源 这个我不晓得了 但是一开始 我相信一定有非资源的 宗教的部分 这个当然我不敢讲 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了 但是有大量的汉人进到新疆 跟进到西藏 这是事实 这绝对是事实 就是说大量的汉人 因为方面是什么 中国的官方 中共的官方其实也是鼓励 第二个呢 也是生活一种 你知道的就像移民一样 国内移民一样 就是也是一种生活上的发展 因为在四川这一带 跟西藏比较近 他们有时候也会汉人 很多汉人 他觉得四川人太多 没办法发展 他们有时候就会往西藏去发展 去做生意啦 等等的 那所以其实某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冲突 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 来说中国的官方的态度了 官方态度如果想要是要去 要去消灭这些藏人的文化 这个维吾尔人的文化的话 那这是个官方态度的不友善 第二块就是 你晓得汉人太多 他大量移民到那里的时候 本身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他也会有文化上的冲突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去西藏那一次 我印象就非常深刻 像我们这种 我不晓得了 也许是我们就 就是台湾人的习惯 或者是也许 我们去人 因为几个都是文化人 也许我们心态上 比较会自我提醒 我们到了那个 布达拉宫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很小生的 可是你晓得 那个中国大陆 那旅游团一来就 哇哇哇 离开离开吧 声音掌门又大 可是你晓得 那个家很多和尚 他们就坐在那边 在那边残修 或者是坐在那边 就在那边 自己在那边打坐 所以你那种声音很大的时候 你晓得对他们 就是一个外来的干扰 其实那些事情 我们现在讲好了 就算你没有恶意 就算那些大陆人没有恶意 可是那些汉人没有恶意 可是你这种大啦啦的动作 也会让当地人觉得 你们来干嘛 这就很像 有时候我们在香港 或者台湾一样 你看到那种强国来的大神 或者大师 动作太大的时候 你会由衷的 就觉得不舒服 那更何况 西藏跟新疆 他们还有强烈的宗教的信仰 尤其在西藏 在他们的佛寺里 那是他们的圣地 所以有时候 我看这种画面的时候 我常常就在想说 就是不尊重 对那这种 我刚刚讲不好 所以要持平的讲 有一种是 他真的也不是故意的 他可能就是 他的文化 就是没有尊重别人 那还有一种 当然是官方的 刻意的去打压的 那当然就很糟糕的 所以我想 有时候文化跟文化之间的 矛盾跟冲突 刚才我们听到了 达瓦采人 我想我目的只是告诉大家 那要记得 西藏人民 在60年前 是的确 起来抗暴过的 而后才有了 达赖喇嘛的出走 提醒所有的朋友 来我们待会来 换一个话题了 日本 日本辅导 三一也八周年 我在NHK有看到 蛮快 也是蛮快的 那现在但一样 他们国内的媒体 也做了很多的讨论 就是说八年下 有些问题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 彻底的解决了 但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看到了 日本人的 特殊的那种文化 他们的耐心 我们待会来会聊一段 也听听这个 运鹏的想法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 副秘书长 要跟我们连线 好 就在八年前的今天 日本辅导的 发生的这个 富世的这个核 震灾 包括这个海地震 海啸 然后这个核电厂的灾难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震撼了世人 那八年过去了 时间说快 也蛮快的 但是说处理一个灾难 八年又 说才也蛮长的了 到底我们要怎么 去看待他呢 在我们电话线上 我们请来了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 副秘书长 洪生汉 洪副秘书长 现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哈喽 沈汉你好 哈喽 副官 陆总 大家好 在我们现场 有立法委员郑运鹏 也一起打个喊 说个 沈汉你好 嘿 郑委员好 你们有在第一线 观察 那个现场 对不对 我们 我们有到两天前 因为在日本有一个组织 叫做FOE 就是这个日本的地球 只有办了一个 福岛核灾八中年 目前现况的一个研讨会 那我们也去了现场 那有得到了很多 关于目前福岛核灾 当下 现在还有什么影响 跟现况 第一手的资讯 那第一手资讯里面 最让你们印象深刻 或者是最感触的是什么呢 其实因为包括自现在 台湾有很多主流的媒体 都不断的在说嘛 就是说对于福岛核灾的描述 就是说 第一个说福岛没有死人 福岛核灾没有死人 第二个说 你看日本都已经重启核电厂了 代表这个灾害 恐怕其实影响不是这么大 那甚至是说 也很多媒体说 日本的这个 它的这个 强制的避难指示 其实取消了 所以灾民都已经可以回家了 这样子 那其实在这个研讨会上面 有很多灾民出来 第一手的见证说 其实目前安倍政府 其实是很大幅的 想要去淡化跟掩饰 目前灾情的影响 因为安倍政府很想要 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东京奥运的时候 要让所谓的灾民人数 上面上归零 代表是一个日本国力的一个显示 可是目前以日本的状况来说 福岛的状况来说 包括是现在他所谓解除 这个避难指示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其实实际上面 回到原本居住地的 这个福岛的灾民 只有20%左右 也是大部分 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意回去 或无法回去 都无法回去 而且这还是 因为安倍政府 其实他把原本是 年辐射剂量 是一毫西佛为标准 其实大幅的提高到 20毫西佛 也就是说 原本是一毫西佛以下的 才能够居住 现在大幅调高到 20毫西佛以下 都可以回去居住 所以对于很多灾民来说 觉得这种浮动的标准 那这根本就很难去确保 他们的人身的安全 所以对于目前 日本政府官方的 相关的措施的信任度 其实是大幅的减少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就是真正在这里面 动态的一些讯息 却很不容易被外界 或者是国际社会给了解 所以他们其实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在讲 但还不止 他们还讲到是说 回去以后 这个居民的身体的状况 跟整个社会的状况 变成是相对的疏离 跟社会网络的操控 那甚至到现在 他们有一个词 叫做核灾的 叫做关联死 就是关联死 已经超过两千多人 那意思就是说 你过去像台湾 现在有很多的 永和的阵营不断地说 不到核灾没有死一个人 其实那都是把它 很狭义地弄到是说 好像核灾当下 没有瞬间的高辐射剂量 而就是当下的 高辐射剂量的事实 可是后续的相关关联死 关联死的事实上 到两千多人了 到两千多人 对 那所谓关联死 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下吗 其实包括是很多人 因为他被迫离开家乡 那所以他在心理上 生理上 或者是各种疾病上面 都会因为这个离开 或者是心理的压力 那或者是各种社会条件 比方说很离开的人 他要重新找工作 大部分都是一些相对 射精条件位置比较差的工作 所以他的工作条件 跟环境都比较差 等等等 造成的死亡疾病 也包括是有些癌症等等 加起来是超过两千多人 好 那这些灾民 他们既然你刚刚提到 辅导灾民有 大概回去的只有两成多 那八成多还是远离 他们的故乡 对 也就是说八成多 其实就 他第一个 他有些可能 他不愿意回去了 因为他认为 他觉得因为日本政府 把原本的标准 调到二十倍 我知道 你刚刚提到 所以他觉得我回去 还是一个不安全的处境 尤其我年轻人 如果我要生小孩 那我更不愿意 回到那个地方 所以他有些人 还是在其他中京都 或者是 中日本 新日本的地方 在其实 就是迁移到其他地方去 那这对 其实迁移到其他地方的 居民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因为原本 在有避难指示 区域避难指示 重要这些移动的 这些灾民 他其实可以拿到一定的 社会辅助跟津贴 可是当他现在把这个 强制的避难指示 给取消以后 你如果不回去的 那就要把你的 这些相关的 社会辅助的津贴 都取消掉 就要靠自己离开 离乡背景的自力更生了 对 可是那就变成说 你就原本像 你可能是一个果农 你可能是各种 你可能要到中京去打工 你可以想象 那个工作条件是比较差的 所以他们突变的收入 都是蛮低的 那要养家庭 或什么都很辛苦 所以他们 现在他们灾民 就有一句话说 你是要当一个灾民 还是要一个弃民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现在原本 那个受灾的身份 不断的要被现在日本政府 有点它叫做被消失 他们用词叫被消失 就是想尽办法 用各种方式 在账面上取消他们 这个灾民或受灾的身份 跟对外界的辨知 没错 因为他到时候 他对外说明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 你看现在领取这个灾后 怎样 这个人数从多少 减到多少了 对 没错 这就是政府 你晓得政府统治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数字游戏 可是在这数字游戏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牺牲了很多很多人的权益了 好 所以我们刚刚听过 你们这样第一手的观察的 就是第一个 灾区的 回去的 回到故乡的 大概只有20% 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呢 其实都已经 被迫自力更生了 那何能的发电的问题呢 有没有讨论到这次 有 因为现在 因为安倍政府 他目前规划是要 他目前提出一个计划 去年提出一个计划说 要在2030年的时候 把他的核电 回复到 这个 到时候再占22%左右 这样子 那像这样的官方讯息 就被很多地方引用 那包括是台湾的永和的阵营 国民党的人都会引用这样的讯息 说你看发生核在的国家 他们都要把他们的核电回复 可是事实上 其实了解 日本核电政策就知道 目前的状况 就是安倍政府 即便他想要重启这么多核电厂 但实际上面真的能够重启的 是绝对比这个数字还要远远低的 就也就 有点像是大家可以理解 就像我们去年的这个 生涛电厂的状况 就说政府当然想盖 可是后面当然民间的反弹等等 地方政府反弹 所以其实你不一定是做得下 就像现在他想重启 但不一定能够重启 所以一般认为 安倍政府最后 或者不要讲安倍政府 日本政府最后可以重启的数字 恐怕会是在10%以下 那原本按照 比方现在他重启的 他经过了四五年以后 目前重启的机组的数字是9个 可是在单一之前 他全部的反弹其实是54个 那目前已经决定废炉 或者是目前正在废炉评估程序的 大概24个 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重启的数字 还远远比废炉 跟目前正在废炉程序中的 还来得更少 可是我们很多 在台湾社会院有的时候 我觉得主流媒体都比较是去编译 日本的官方的新闻 所以得到的讯息 大部分都比较是来自官方的讯息 就是说我们要重启很多的核点 他希望跟他实际上 能做到的 中间还是有一个落差就对了 对 因为现在到现在在日本 到今年 到从去年到今年 大概日本普遍反对 重启核电的名义 还是超过六成的 然后有很多地方政府 不管是县政府 或者更小的行政尺度的政府 都还是反对 所以在这些重重反对之下 其实要重启核电厂 没有这么容易 而且后来他们其实已经提高了 他们的这个安全基准 对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你了 作为一个到了第一线 去感受到日本的这个追悼 和在八周年的这一个现场 你有什么有什么心格 或什么感想 想要跟大家做个结论的分享呢 其实是我们的同事去 但是他今天早上把相关资料谈回来 其实日本的这些不到受贷的朋友 他们很清楚的想跟台湾社会说 其实台湾的非核政策 非核政策其实给他们很大的鼓舞 也就是说他们在争取 希望争取这个非核 他们的非核家园的时候 其实当然受到很多的阻碍 可是台湾政策给他们很大的鼓舞 但是他们也听到最近台湾公投的这些状况 所以他们还是 其实他们还是想要跟台湾社会说 我这完全是转述他们的话 就是说希望台湾要尽量的坚持 因为他们自己曾经承受过这样子的灾害 那包括是 就是对他们来说很多人觉得是悔恨 这个悔恨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尽早的 把核电场给停下来 所以我们要承受这么大的打击 那这些都是在之前我们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的处境的 好 非常谢谢洪森汉 傅秘师长 谢谢你哦 森汉 谢谢 好 我们待会来 因为立法委员周云鹏政委员一直在旁边在听 待会来我们一起来聊聊他的感触 好 我们今天连续两个议题了 这个也要谢谢立法委员周云鹏委员 在陪着我们一块来访问了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才人 讲到了西藏人民起立60周年 然后他也陪着我们听了绿色公民行动 我们的傅民事长洪森汉 谈到了说河岛的日本的931的地震 这个8周年的这个灾难 其实想看前面的一个问题是一个 也跟台湾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台湾到底怎么样自处 那后面这个问题跟台湾当然就更密切了 我们也是地震多地震的国家 然后核能发现到现在也是蓝绿之间 或者社会大众的吵来吵去的 也都始终没有一个定案 你自己呢感触呢 我在辅导核灾之前 因为我学土木工程的 我是民进党的党籍没有错 也当过立委 但是我是可以接受 可以支持核电的 那时候我都公开了 但是辅导核灾之后 我会发现说技术能力是有时而穷 日本的核灾 为什么刚才洪生和副秘书长 他特别讲到说 台湾的永和团体说 没有一个是因为那个当场 然后高剂量死掉了 是因为大家把核灾都以为是核爆 或者原子弹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也没有那么多人住在电厂旁边 所以他是后来出去的污染 然后你因为要躲避那个剂量 还是有些安全值 所以日本他刚才讲 日本政府要把提高20倍 然后有些你就要被疏散 那疏散之后会引起很多的社会问题 但是那些社会里是不是导致了两千多人的亡生 这我不敢讲 不过你可以看当下 他们日本的机器人那么进步 他那个炉心在溶解的时候 在有一些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时候 他到最后机器人无效 这个也有Discovery 有些节目大家可以看 机器人没办法去处理 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动用到人 人力 没有人力要进去 后来甚至我看到还有什么死刑犯 就进去 那一天 然后征永世一天 好像月薪到台币 好像150万 没有人要去 因为知道说离去的死 然后进去20分钟 就要换一套衣服马上出来 一天工作时间很低 那个就是真实发生 而且那块土地 有的说30万年不能用 因为有半衰期 我也不知道到底确实是多少人 但是一万年内 他那个区域里面 不太会有人进去居住 耕作或种出来的东西 现在也变形了 那这个就是他现实发生的问题 我跟大家讲几个状况 第一个让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个福岛核灾的发生 并不是以前三里岛跟车诺比 他如新龙界 他其实是系统性的 他并不是在发电机组本身出问题 有的是海啸 海啸淹了他冷却水 他冷却水的研化 海水从来没想过会这样的问题 然后你冷却水进不了他的 他去那个发电机 然后没办法冷却的时候 然后他于是他就如新就一直加热 然后就往下沉 他是因为这样发生系统性危机 谁想得到啊 那你台湾说的核电厂 号称说我们不会有问题 不会在断层带上面 不会在地震带上面 那结果你海啸灌进来的时候 你有办法逃吗 连灌机都没有办法 他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反对核电厂在这边 台湾地小人筹 我们没有其他的天然气 燃煤天然资源 那你也经不起百几粒 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反核 那就用其他的 我可以接受燃煤 你燃煤是可能会有万亿 可能会有什么空气 什么相对的风险 但是如果你是核电厂出意外 那个是一万分之一的几率 我们都承受不起 大概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核能的部分 因为不是发生在台湾核灾 所以台湾人过几年就忘了 马总统昨天还讲说 台湾人现在年轻人都不反核了 问题是你身为政治领袖 当过总统 我们当民意代表 我们就要批醒大家有最坏的状况 可能我们不用核能了 我们要其他地方会增加一些成本 只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认为是要避免这种风险的 好这个话题呢 今天我想我不跟这个委员再继续讨论下去了 因为这的确是一方面是个能源政策 一方面是一个如果说你是要燃煤来取代 那燃煤的另外一个代价就是空污 所以它一定就是人民的选择 但是核电的确有核电的万分之一的核灾的风险 以及还一个不是万分之一的 这是百分之百的核废料处理的 难以处理的 这包括朱一伦前市长都在讲了 核废料处理 这个才是现在才要主张核能的人 一定要去正式要去面对的 为什么不谈这个呢 因为我们留几分钟的时间 今天中午我们的POP抢线报 黄光琴主持人访问了韩国瑜市长 韩国瑜市长很明白 今天我到傍晚以后 所有的媒体都用这个标题 明白了说他四月份不会去领表的 他会做满四年 其实这个我在我们节目当中 如果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我早就已经跟各位讲了 期望南军期望韩国瑜想选总统 又希望他去领表的话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我之前就讲了 因为他只要一领表 他就等于把自己不做满四年 这件事情就公开的暴露出来了 怎么可能 所以绝对不可能 他今天也回答这个问题了 第二个是柯文哲 今天有回应说 他会不会选总统 他五月再看 五月以后再看 那他会先到美国去访问 可是在美国非常有趣 九大美国的这个台湾人团体 公开的说不接待他 完全不接待他 说他整个人那个 换句话说 两个人其实面对2020的时候 都有他们 还是有他们各自的压力 但我们先不谈韩国 韩国瑜市长了 因为韩国瑜市长 毕竟还是刚刚才上来 所以他坐满的 坐满任期的这个几率 其实是非常高的 柯文哲呢 这个美国的这些团体 对他 你看当年 他当年对他 多么高的期望 现在对他这样子 完全是如必喜 韩国瑜市长 我先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我不认为他 就算他决定 要参选总统 我不认为 高雄市民 或者说 其他他的支持者 会这么计较 说他做不做满四年 但是他决定了 就决定了 我没有意见 那在柯文哲市长 他要不要选 真的我也不晓得 很多人认为他要 我绝对就看他自己决定 因为他一个人 他自己决定就算 他个性也是这样 那在美国 其实美国的侨界 大致上政党倾向分两派 一个是他们叫老乔新乔 老乔比较支持国民党 那个是很绝对的 那新乔就比较就台乔 他们相对来说 比较支持民进党 相对可能有这样子 那过去柯文哲 他不会接触到老乔 那老乔如果要 现在要去 要去欢迎他 我也没有意见 那就是说过去 他们接待他们 比较偏向民进党 比如说世台会 这些朋友们 那并不是因为民进党 跟他怎么样 而是说他们在看柯文哲 在讲的这些两岸 台湾主张 或他最近去 去那个以色列 他说去了以色列才知道 说原来台湾民主 跟民主是我们的价值 他以前都不知道 柯文哲连自己 台湾的强项 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觉得他们这些 长期在美国 然后的台侨 那他可能也为了台湾的各种权益 但未必是台湾独立 就要证明之前 未必 去帮国会游说 去在美国国会游说 去帮游说的这些人 他怎么样接待柯文哲 所以这个是柯文哲 自己把自己的路走 走到一个 让大家不知道如何 接待你的状况 那他要不要化解 我也不晓得 但我也不觉得有那么重要 最后两分钟 16号就要四个地方的补选 就要出来了 而且现在蓝绿本来都说 是首二抢二 个子都首二抢二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在 新北跟台南 目前的态势 你觉得 尤其赖清德前院长说 民进党只剩一口气了 所以号召大家 支持者要团结 我觉得因为民进党去年底 大概败的比较 状况比较不好 所以大家都觉得 好像每期补选都很关键 可是以我来看 他没有明显的投票率 会增加很多 大家非投不可的 所以低投票率的状况 都说这党就一定如何 我不觉得 可是在服选的时候 就会把话讲重一点 那这种讲重被放大 我会觉得 对两党来说 真的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假如 假如这两场服选 都输掉的话 你觉得对蔡英文 想要连任有没有压力 我觉得短时现象而已 就是说你有时候 会倒着走 比如说 如果万一对民进党 都很不利 四席都输掉 大家会觉得 那真的是该团结的 或者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会振作 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 士气就垮掉 我也不觉得 但是如果你如果 照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蓝英过去也发生过 马英九2008赢了之后 其实后来几次的补选 连败 也没怎么样 可是其实就一直往下走 所以他2012还是连任 可是问题是现在状况不同 他那个前面四年的时候 他的声望 其实还没有像蔡英文总统 掉那么厉害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补选 需要去过杯过亢 但是讲太多了 不符合争论节目的需求 我会觉得那个 都想太多了 台湾的政治不是这样子 一站直升 果然是发言人 前发言人的讲话 还是很有技巧的 没有正面的来回应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一向都这样觉得 五点到六点的节目 到这里告一段落 为什么刚刚提到说 这个补选呢 因为待会在新北市 参与补选的国民党的提名人 正式为今天早上 他来我们的节目了 我们从预录的 跟各位承认 因为他不傍晚的时候 都在扫街 他预录了一小时的节目 待会我们在六眼中正式的播出 各位来听听看 他怎么看